台南退出的中行上引起祝福的当年就是出路 市長今天在北北来到南科生活地点区 市地参观要公开提供的新出 有两方一天上一小平所谓称豪宅 计划大约有五五六百万 点击为地区进行三百更上级 市长委体里面参与民众教来台南消费 就能参加提供 市府中的提供上大众资金新出 里种是起车点点 大家真好奇市府所提供的处是什么形态 因此今天市长是来到南科生活地点区 市地参观要公开提供的新出 今天经过千呼万喚使出来 我们要向全国的好朋友们 各位复仇者联盟的盟员 赶快来台南看看我们台南市政府 要提出来抽奖的房子 恐口说无凭 以实地的房子为证 我们不选预售屋 不选三十年二十年的老屋 我们就选刚落成的新屋子 在参观这间新出日后市长有表示 这间新出为地理造理老馆 有两帮一天一位 消费所有亲豪宅 隔大大有五六百万 更严格南科和小学学区 正适合小家庭来台南发展 这个地方其实台湾讲 生活精能都蛮OK的 那也很期待 其实抽奖是其次啦 因为抽奖奖就只有一个嘛 我们第二名的是 第二个奖项是汽车 之后还有这个总统套房 还有现金 其实奖项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这些都是主要 是希望用台南的好山好水 好美食来吸引大家 其实你只要吃了台南的美食 看了台南好山好水 就已经只会飘下来 这要指定的共谣 民众使用三倍更消费 无关系报复性 任性和理性定消费 都关影来台南 最好是组成复仇者联盟 你消费多少金牙 才能参加提供 将会在七月十五号 来公布提供组织的设计 并且这些社会公正人数 专业建计 记者小建委 生化区 蔡宏博德